这只傲慢站在土堆之上的是翠花 明亮的蓝色双脚格外耀眼 很明显它本身就是蓝富美 站立在它对面的是来求亲的精神小伙 不断地反复展示自己蓝色的双脚 静静等待翠花的检阅 这是蓝角尖鸟独特的求偶方式 脚丫子越蓝越亮 就代表自己身价不菲是高富帅 是自己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因为只有身体强壮才能吃得好 吃得好 蓝色的脚就越明亮 它们就是生活在太平洋地区的蓝角尖鸟 因为一双明亮的蓝色大脚丫而闻名于世 不同于孔雀炫耀漂亮的羽毛 也不同于射牛为了显示强壮而壮的脑袋瓜子嗡嗡响 站在翠花面前的小伙不断卖力地展示双脚 前台词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就是 你看那翠花妹子 我脚这么明亮 那说明我吃得好 捕鱼的本领就强 你跟着割我过日子 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而且以后咱俩都啊 我也能喂得白白胖胖 优良的基因就能传下去 我厉害吧妹子 当然了这选择是双向的 并不是抓到一只就领证 双双看对眼才能把家还 很显然这小伙子比较内向 但翠花的脚丫子太明亮了 他太喜欢了 不想放弃 不断地张开翅膀显示体格棒 笨拙地他捡起了一只树枝献殷勤 最后在门当户对的前提下 这门婚是定下来了 不出意外 他们会青丝到暮年 以前的马很慢 书信很远 一生只爱一个人 这句话在蓝角尖鸟身上同样适合 作为一种海鸟 它们平均体重在2到4斤 双翼在1.5米左右 它们阴盛阳衰 雌性的个头要比熊性略大 最特殊的则是它们没有鼻孔 直接用嘴巴呼吸 它们蓝色的双脚并不是天生的 而是和它们的饮食习惯息息相关 作为一种高度化的社会动物 它们出海觅食是几百只一起出动 主要吃的食物就是沙丁鱼 凤尾鱼 靠着团队合作和自身高超的捕鱼本领 它们在离海30到100米高的时候 发现鱼群就会收拢翅膀 像一颗流星一样射向大海 速度能达到97千米每小时 成群的鸟瞬间入海 能把距离近的鱼震晕 之后快速地把鱼吞入腹中 它的脑袋和脖子虽然非常坚硬 但如果前海的角度没有调整好 就会折断脖子而丧生 它们的主食沙丁鱼含有大量的虾倾素 和身体内的蛋白质结合 就形成它们独特的脚谱 所以蓝脚不是天生 是充足食物吃出来的 所以蓝脚大汉更能抱得美人归 年老的脚谱则是灰色 然而就是这样外表光鲜的海鸟 对巢穴的装潢也是业内罕见 甚至说是敷衍 繁殖记的时候 它们会找一块平地 刨一个小坑 这个豆腐渣工程就完成了一大半 然后就会坐在小坑之中 之后面朝太阳坐卧在巢穴之中 以自己为中心 随着太阳的移动而转着圈的拉屎 最终把巢穴四周装潢成 自己的简约特色出来 孵蛋的时候 夫妻俩的大蓝脚又要派上用场了 由于蓝脚尖鸟没有孵卵斑 所以它们会用脚来保温 而小雏鸟则会在这个巢穴中长大 父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走错门 父母能力强 就能多养育几个 如果食物不充足 则会上演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强壮的雏鸟才是父母的首选